你好,是傅先生吗? 我们是公安局的 傅先生这么快就被你们发现了 傅先生,我们发现你的账户 没错,钱是我拿的 钱是我杀的,你来抓我呀 你抓我呀! 傅先生,你冷 走过个花洞 说花招是吧 说花招,来 傅先生,你冷静 要点 要不要再来一个 骗我? 当谢金接到诈骗电话 喂,你好 喂,你好 刚刚写的吗 喂,你好 我们这边显示 你在一地消费的3000万 我最近有消费吗 有啊 干啥了,整3000万呢 我买个大姓 我最近有 喂,你好 刚才是信号不好吗 断了断线了 不不不 他没说话 你这信号不好 喂,你好 哎,你好 怎么还是你 我午休了 我刚刚我午休 现在开始了 不是,我买大象了 我真买了 咋的,咋的了 没事,你买那个 大象那个 象粮你要吗 哈哈哈哈 象粮站起 我就不要了 象粮 那你不要了 哈哈哈哈 我真的大象 我买不起粮 买 大象粮多少钱 我买 好啊 啥时候到大象粮 我先把钱先转给你 我先预付完 你买啊 我买 你买美人 等下去 王仔一向我 哈哈 你好 这边是海外网络 苏文静音 短时间投资就可以快速回本 您好 欢迎致电互联网公安行政中心 现在客服全忙 为了给您提供更好的服务 请勿挂断电话 我们将留存您的通话信息 纳入全网数据库进行分析 请在低声后进行留言 你们的数据金大概四万块钱 你现在只需要给我转两千万元的服务费 我就可以帮你们领走数据金 你说什么 你说什么 你别说话 我是群买西 刚才遇到一个很乖很乖的人 你怎样 微信转我三百块 带我回香港 你懂意思吗 你懂意思吗 诶师兄啊 可是我没钱呀 没有钱 你钱你去借呀 找你的家人和朋友 去借 借钱 我哥们父老哥们相见 再下来到贵宝地 为了两千来卖一 有钱都捧个前场 没钱都捧个人场 全场两人 两人 大哥 全场两人 我挂了 你是哪儿了 长东市公安局的 通知你本人 通知你本人 带身份证 报幕公安局来一场 有事实找你本人核实 什么事呢 是这样的 张女士 我们这边呢 刚刚收到了 沈阳出入令管理局 发送过来的 一份紧急的协查公文 我在公文上看到 在街名下 有一本护照 并且有违法入境记录 所以你都知道了 你说什么张军女士 他说过 他最爱我一个人的 可是他食言了 犯错的人会遭到惩罚 我只是轻轻的 我也没有想到 怎么 可是我没有做错吧 你说呢 你这边是不是人不好啊 哈哈 你好 你是王先生不 哦 是嘞 你哪位 王先生你好 我这边是交管部门的 跟你那边的商业 你现在站在车上是吗 哦 是嘞 我该成了 咋了 这里在开车不 没有 我没开 我有此劫 那就没错了 不是嘞 你这虚调半天 你还被否找我啥事啊 就这样的 你这个车涉及到一起严重交通 肇事逃逸事故 可能会面临坐牢 现在我们要依法给你进行传唤 肇事逃逸 不是 您能错吗 你个确定了 都是现在我这个池 在府了 我给池坐出来 咋可能有矫动事故 司机也干这个来 我知道 你想说你有司机 不是一般人吗 我们查听到 有人套牌你的车 现在就需要你提供证明 我害你出来 想不着池 都现在我坐着这个池 谁敢套里边 你这个车这么厉害 多少钱呢 多少钱 我都补衣服了 我只能赚个衣服 都是您有钱 不一定关卖住 这笔子还吹了 来来来 说说 你这啥车这么牛逼 搞钱 看着你要做人是搞钱 我都没有车 我套牌 我套那男的腿 谁呀 找个电话 喂你好 您是本机主吗 不是 那你是他同学朋友吗 不是 这电话我刚投的 妈娘有电话 哈哈 你老婆在我手上 不要报警 哇 你不要乱来 你说吧 多少钱 一口价 五十万 行吧行吧 那你给我转过来吧 我的卡号是 还有你吗 喂 先生您好 我们发现 雷的账户有大机机 你聊到我一次 被把人家贴的配合调查 稍等 哈哈哈哈 你见到我谁吗 敢查我 我先生请你配合 来来的消息 有我的 阿兵 行不行雷 哥真的不是我 我什么都不知道啊 八十 行不行雷啊 我我也不知道啊 你到底是谁 我说 雷 去找到杰克打电话的人 查出来干掉他 大哥我无机便宜 我机便宜 我错了 90到120平等高层公寓 需要了解一下吗 I'm sorry I don't know what you are talking about Why呀 嗯 house house byhouse 何を言っているのか 本当に分かりません 你好 No Japanese 我不是日本人 我是中国人 Chinese 만약 내가 다시 나에게 전화를 한다면 나는 경찰에 신고할 것이다 不对呀 你怎么会这么多语言呢 你是不是 都玩呢 I don't want to talk to you потому что это напрасно тратит мое время 得得 hello 说 hello 说 咱还是聊 英文 English English talking 好不好 你是不是在骂我呀 你说这么一大串 你是不是在骂人呀你 我听到 你好 你好 请问是您重金求子吗 对 是的 只要您能忍我 做妈妈的梦想 事情之后呢 我会给您200万 作为头脑 也太简单了 妈妈 妈妈 喂 妈 你有病吧 臭傻 通话里都是偏偏的 你让我感到困惹 我感不到 我怎么拍啊 我下午两天就都摸不到 你要动劲我的指甲 我哪里有指甲 你让你动劲啊 哈哈哈哈 你好 有您是张 是的 我这边是北京市公安局护政科 麻烦您带您本人身份的栏目 公安局一趟 请说出你的警号 01053 你本人叫什么名字 我叫张强 红长张 钱大的强 你有什么事情吗 我们这边收到了一份 由京导师 出入境管理局 下发过了您本人的一份协议查文件 文件要求我们在两个小时之后 将撤销你本人身份证 在国内的所有使用权 听明白了没有 你是在缅甲还是在老窝呀 什么 你是在缅甲还是在老窝呀 说这话什么意思啊 同志我这里是去公安局的 你装那个反诈APP了吗 我有下载 那就是我们公安机关推广的平台 什么了 你知道那个反诈APP会有提示吗 这个电话进来的时候 我这边已经有提示了 那你觉得我公安局的还是诈配电话 你既然公安局这么牛 你随便出现好了 哎呀你们不要再诈骗了 现在很多人都已经装这个反诈APP了 你图啥呢 你好好工作不行吗 找一份正经工作 你给我找一份外 比如说 其实你从小事都可以干起 你做了快递呀 送了外卖呀 就是也没有什么门槛 都挺好的 好的拜拜 嗯 好好啊 就是重新找一份工作 再见 好 祝你健康 他电话我还没接通来 短信都到了 全是没了 我还没见过 喂 你好 牛欢 对是我 我这边是帮不是公安局 我跟你讲 我卡里面就零点二五 你觉得可值得你骗 我我 你卡里面 有多少钱跟我们公安局有什么关系啊 我就这么多钱 你要觉得值得你骗 你要觉得值得你浪费这个电话费 那你就继续过聊聊 我了我了我你过去工作 你好 我们是公安局收到一份协查文件 现在要求你立马带着身份证 来我们公安局一趟协助调查 中文有句句话叫做 黑名计算 既然电话已经打到了我这里 成名你们已经掌握了一定的零吧 隔线不如有吗 是吧 公文显示 今年的3月25号 你是不是用一张为号为3578的监察银行卡 进行过非法交易 没想到隔线已经查到了这里 那部分告诉隔线 我在地下购买了十吨六位电话碗 我要在日本做一笔账买 鬼谷里面就需要 哈哈哈哈哈哈 是对了我去订阅 哈哈哈哈 这都是八手活啊 你们是从哪里的那位请他 难道在我身边有你们的车哦 哈哈哈 对对对 有车哦 还有车体 哈哈哈 你把车补车来 我请你去两个那位订阅 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 我知道了 你才就不懂 我还是吃吐牛虎 哈哈哈哈 我到家回不去啊 老师 从谁你家在哪儿 山东 哪儿 山东 喝的透显 面皮 聊聊聊 我的宝贝 哈哈哈哈 同学你别跟我看来 你不分点了解这件事什么 妈妈妈妈 我回来呢 什么是把我的叫的费妈妈 你别给我开玩笑 你能有点正行吗 我没正行 啊 文虫吗 哇哈哈 那我走 嗯 那我走 文虫吗 你这样走了 你四年大军就白上了 你这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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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上了 不念了 你今天你干嘛去啊 回家卖柿子 卖柿子 卖什么柿子 就那种 reから最好吃 我最喜欢吃这家� contained 人生的最好吃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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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없다 各位さ resolve 如果答不出来 你依然拿过桃缸 你回搜这边 你什么都干不良啊 老师 我到时候去烤笛瓜去 烤笛瓜 对 喂你好 你好我们这边是快乐大本营的 恭喜您弄奖 中奖 你们是湖南卫视 你们是快乐大本营 对的对的对的 建议你们集体收看 精英独播剧场 人民的名义 请问您是谁啊 我是谁啊 我是蘑菇的尼古拉斯登 别忘了收看向往的生活 尼古拉斯登先生 你好我们这边通知您 中了两万块钱 两万块 你现在听到的声音 就价值两万块 两万块钱的声音 你咋不说你是丁文山呢 对 我就是芒果台生丁文山 怎么挂了 真没管你们借钱 我把电话号打开 我说你借你就借了 我现在正式通知你 建议你千奇公司人民币两千元 逾期利息六百五 应本院初步审理 你的行为已涉嫌诈骗 依法看出死刑 哈哈哈哈哈哈 这啥玩意儿 优两千元给崩了 对呀 并且困租罚金五百万 博多睡觉全力终身 啊 叫都不让睡了 博多睡觉 是的 并且你的手机通知录联系人 都会受到一到三年的有期归刑 就是我电话本里边存的人 也吃过烙了呗 是的 不想枪毙的话 就抓紧放垮 所有人的业将在明日中午 安排武装直升机 对你住所进行轰占 对吗呀 别的别的 你别炸 我那有话好伤了 行不行 如果你不及时旅行义务 我们不排除出动特种部队 哈哈哈哈 行了啊 你们是真敢落我啊 你们下边拉去 哈哈哈哈 你好 你好 哪位 我这边是周口市市公安局的 嗯 我们当时有收到一份你的协查文件 让你本人携带身份证过来一下 什么文件 协助调查文件 您过来需要多久呢 有几个相关性的问题 需要跟你合适了解一下 什么事情 是我杀人那个事情吗 啊 是杀人那个 是杀人那个事情吗 怎么回事 你们怎么知道的 你杀了谁 杀了谁 我把我老公杀了 放冰箱里了 你怎么这么恨你老公 他在外面有小三吗 你们不是都知道吗 为什么还问我 因为你这样跟我说了 我才知道 因为你 你说的这个案子 现在不是我跟你要说的 你为什么要杀他 你有没有把他截肢 你太恨他了 你再打电话 我就把你也杀了 放冰箱里 你不要 你不要吓我 晚上我会睡不着觉的 好好做个人吧 不要搞诈骗了 我还听着了 我还听说的 我还听到你 下车